我想就著EDB020有關校本管理的問題發問 本來的問題是由鄭重泰議員提出的 校本管理的問題,局方回答當中很清楚 局方說一直擔當監管者的角色 但是我們看到近來校園行政混亂的情況都是有所聞 這種情況似乎在傳媒報導之後 或者是投訴之後才得到處理跟進 教育局怎樣能夠做好監管的工作呢? 根據答覆,局方似乎有幾個方法 是把握情況的,第一是審查帳目,第二是外評,第三是重點試學,第四是收投訴 還有沒有其他方式呢?會不會現在列出來的方式 其實是不足以令到局方能夠掌握到學校的情況呢? 另外就是會不會加強溝通工作? 因為其實早前我們都建議能否恢復過去的教局和教師之間的支議會制度 這個亦都可能可以幫助到局方掌握到學校的情況 請局方回應 好,楊局長 謝謝 謝謝主席 我們那個監管的工作一直都沒有減輕 監管有很多方法去做 我們亦都不是每一次我們都要出來大羅大鼓 告訴全世界我們做了些甚麼 或者我們發現了些甚麼 以最近報導得比較多的一間小學來說 其實我們做的調查是遠早於傳媒報導 我們亦都… 但是因為有時的調查是需要時間的 我們亦都要肯定 因為我們做調查亦都是認真的 即是我們可能… 有時… 有些可能聽了講了出來就算 或者很多在網上 即是有些未經核實 可能就已經講了那些 我們就… 作為政府做一個調查 就不可以用一個這樣的態度 我們必須要所有事情都有事實根據 我們所有事情都要認真去處理 我們才可以出來講 亦都可以先可以向學校裡 譬如發出一些勸語也好 或者一些提議也好 那所以有時需要的 是需要時間 那所以我覺得如果純粹從… 在報紙或者在傳媒上面見到有個案 或者近來比較多個案 而已經說… 政府那個監管是失效呢 這個不是一個公平的一個評語 那但是我們當然 亦都會繼續做好我們的工作 我們繼續會做好我們監管的工作 我們亦都不希望見到 有一些不愉快的事件發生 我們亦都希望可以在我們能力之內 盡量去減少這些事的發生 和教師的溝通我們是重視的 我們過去一直以來都透過很多不同的途徑 去和教師溝通 當然葉議員說 以前有一個所謂知議會的制度 以前是存在的 那自從校門之後 因為那個工作制度上面有轉變 所以那個我們跟著就沒有做 但是我們其實是希望 學校裏面和他的持份者的溝通是加強 我們現在亦都在想著 我們怎樣再多些機會 在現有的基礎之上 再多些機會和教師去溝通 未必用回以前所謂知議會的模式 但是我們是會加強和老師的溝通 主席可否跟進一點 因為剛才所說的 不是學校裏頭的溝通 而是教育局和老師之間的溝通的制度 我想這一點 如果有機會可以再呈現 但是最重要的是 其實我們講的監管的角色 它一個作用當然就是 發生了事之後 我們去調查去處理 但是它另外一個作用 就是防微倒佔 即是說一件事 在肢掌當中的時候 由於他知道你有監管 或者是監管得到 在他輕微的時候 就可以制止到他 不要讓他惡化 在這方面 我覺得似乎現在的制度 未能夠做到 因為一路我們見到 一些都幾嚴重的個案走出來 所以這一點希望 局長都要留意一下 在我們制度上 怎樣能夠防微倒佔呢 清楚了 局長有沒有簡單回應 簡單回應我們 我們會盡力去做 但是現實就是 有些事 因為有整個津貼學校 官校 直資學校有成一千間 每一件事 你說最小的事 都要防止它發生 是不可能的 我們是要適當地運用我們的資源 盡量去做好監管工作 我們承認這是我們的責任 我想首先跟進一下 鄭重泰議員剛剛提到的問題 局長就覆劃 有個下半管理的轉折小組 處理有關下半管理的問題 但我知道他們的工作 基本上都告一段落 是否意思呢 就是他們會再開展 就住 最近我們見到 校會管理有很多問題出現了 是會再去做一部檢討 交一些新的建議出來呢 專責小組是因應了 見到最近發生的事 以我所知 他們都會再做一些討論 當然專責小組他們怎樣討論 或者他們覺得那個範疇 或者需要做多少工作 這個就由專責小組自己去決定